今天是这个礼拜一啊 因为我们这是马德路来京的那个年日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不上班 然后这个周末的话我是去参加了个会议 所以说那会坐回去也挺累的 就一直休息也没怎么干活 那我今天的话就是在前几天 就发现这个刹车的这个油全漏光了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就是 就是我停在这车库里面有两个周末呢 就一开车的话就发现这地上有一滩油 有两次啊 我一直以为是这个transmission那个flow在漏油 因为一看的话 我有一次到这个下面去看了一下 就这个transmission上面的话就全都是实的 我以为就是transmission就是漏油了 然后还给赛斯店说了 我说我要把车就是送到他送到他那去修 但是的话就是我去机场那天的话 我老婆开这个车 然后发现就是有个break的那个警告灯就亮了 后来我查了一下的话 就是有几个原因嘛 一个就是真的是刹车不行了 第二个就是刹车漏油了 第三个的话就是ABS坏了 那现在我后来一看的话 发现就是这里面已经空掉了 然后我不知道这从这视频里面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里面有个 就在全身面线上面一点点那个东西上面有好一大摊油 可能就是从这里面露下去的 那现在我已经用完了这个break的那个flood 我现在要去那个七倍店去买一点 然后把这个刹开出去 把它顶起来看看 先加点油 看看到底是在哪露 好 现在我要去七倍店买东西 这个上次以后我买回来了 我买的就是oreilly的这个 当然说amazon上面的话有bush的呀 其实价格都差不多 这个我买下来的话是8块10嘛 就加上所以9块多了一点 另外的话现在好像出现了dod4的这个 那个就是刹车油 但你买之前的话确定好 到底是dod3还是dod4 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机油 哦不把这个刹车油倒进去 当然说你有load的话是最好 没有load的话你就小心点把它从这里倒进去 它这里是有有那个线的 有个minimum线还有那个maximum线 你都只要到了这中间就行 另外我倒进去之后我再检查一下 就是那个警告有没有消除 另外的话我就把这车抬起来看看 到底是哪漏油 好现在就把它倒进去 现在我们这车这个 原先这个brake这边是红色的 现在已经消除了 这就直接说明就是刹车里刹车油那个少了 不然的话它不会出现那个警告 也不是abs油问题 就是刹车油少了 那现在我开出去看一下 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刹车 然后在小区外面开一圈 另外我回来之后把停把它顶上去看看 到底是哪漏 看看能不能检查出来 然后把它漏油的地方封实 然后在接下来几天的话 我要持续地关开它有没有漏油 好现在我把它开出去 后来我把油加进去 一开之后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火塞放在这了 已经可能是这个项圈啊 可能是老化了就开始漏油 然后漏了就到处去试试看 后来我就把它拆开 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把这个拆了 两个多小时 都是并看这上面都是爆破性的 因为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刹车片的话 已经已经磨完了 你知道然后就抵在抵在这里 我实在是就是按正常的话是拿不出来 只有那种爆破性的把它拿出来 现在我买了新的这个 新的这个设定车换上去 但是说实话这个质量没有这个原传的好 然后我买了这个新车的新的刹车片 把它换上买了一堆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两边都换完 那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新的这个火塞装上去看看 现在忙到晚上7点10分 我这个由于赶时间 有很多东西我就没拍 但我可能下周末的话 因为要把这一堆换上 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样的教程 今天主要的话就是 这里面一个那个塞坏了 另外的话它这个今天叫brake shoes 就是不是刹车骨啊 是brake shoes 已经磨损了 现在我刚才已经试过了 然后刹车的话都没有平都很平缓 我之前去刹车就有那种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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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的那种声音 我以为是一直以为这新的刹车片因为我换了嘛 我说还在磨合期 我一直都没当回事 后来到今天才发现 是这个金属就磨 已经没有这个 就是他碳纤维的东西了 就是金属接触了 就产生了鼓鼓鼓鼓鼓后面的声音 现在现在开的话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嗯 然后 你看 这是我们 简单做的这个 就是排出空气的东西 不需要去去买那种设备啊 这种东西就是用这种塑料软管 然后里面倒点油 就插了插到底 就主要是不让空气进去 然后不行的闪 不行的闪 我后来也发现的话 是一定要排空气 刚开始的话 我把那轮子就装上去了 没排空气 就发现刹车道很弱 就是没有刹车 后来的话 左右 就是左右 我就弄了 就排空气 排完之后 现在刹车就很 那个 就是很灵敏了 其实到前面应该要做一下 但是今天晚上很太晚了 明天我一定要上班了 而且要开这个车上班 所以说今天 目前的刹车还挺灵敏的 就是基本一轻轻一踩就有刹车 所以说我也就不再弄了 下周末的话 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一块弄上 到时候让给大家一个详细的一个东西 包括排空气 另外的话 就怎么样换这个 刹车那个 brake shoes 这个还是挺难换的 我这个你看我一双手 全砸了 一双手 就是这个刹车片 我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有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工具 那就是刹车轮 那个jam的话很难取出来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它取出来 而且是破坏性的把它取出来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拜拜